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laz 現在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我們的LamPhone 5的一些智慧功能 當然我們在這一次的LamPhone 5 可以找到一個智能管家 我們點進去 然後在智能管家裡面 它主要一個是電影力打冷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是好像是這一次Lenvo 5加進去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用電鍵簡的部分 那用電鍵簡就是優化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螢幕休明的時間 關閉不必要的應用 然後定位跟Wi-Fi的功能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是蠻耗電的東西 所以它會幫你做設定或是做一些關閉的動作 好那基本上這個就看你們自己使用的需求 那你要不要掛電就看自己了 好那我們再來強化續航 那這邊的話一樣是關閉一些不必要的應用程式 因為應用程式在後台基本上它就是耗電 好那比較特別的話是這個電池保養的部分 那有一個排層充電我們點進去 然後有一個選擇時段 那其實它意思就是說你平常睡覺充電一定會一下子 可能兩三個小時電就充飽了 那它這邊的話就是當你電力已經到達80%或是70幾% 它就維持在這個%不會馬上充飽 等到你快起床一兩個小時的時之前 它才慢慢幫你把電力充到100%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那你的電池的壽命延長啦 不會在100%的狀態之下 一直充電 其實這樣對電池的壽命會縮短蠻多的 好 那一開始大師以為這邊排層充電是固定的 可是後來發現點進去是可以設定時間的 那這個就還蠻方便的 不過這個 你每次睡覺前都要按一下 我就是覺得有點麻煩 因為它有一個自觀充電可以選 又有一個排層充電可以選 它兩個是不能共同的齁 所以說 但是 你要睡覺前再按排層充電 我就覺得有點多餘啊 它不能說 欸你要睡覺啦 它能偵測得到 你要睡覺了嗎 還是說它會累積就是一直觀察你的生活習慣 比如說啊 我採用手機 然後有一段很大段時間沒用手機 那可能代表說你這個時候在睡覺 那它就把這個時間記錄下來 所以這是要打開智慧充電 才會記錄這件事情嗎 這個有點 不太確定啦 這個官網上面也沒有寫這個操作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們看一下智慧充電 智慧充電的話 它就很單純的講說 照我們之前 上一次或是前幾次的 累積下來的充電行為 然後去做動態調整它的充電速率 然後它 不會對待機的渲含力產生影響 這個 它解釋的 其實在我這個APP上面解釋其實有點少啦 然後我上網看一下 它官網也沒有寫 不過這個應該是指你的 平常的充電的習慣吧 不過它 電風5的時候 電風5這一代 當你充電快要到100%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訊息提示你說 電池充到100% 會造成電池存商之類的話 印象中有看到 不過那時候我沒接下來 然後它這邊就有電池保養 那就是養好善可跟藥有活力 那這個 我覺得還不錯啦 所以平常大師其實把智慧充電給打開啦 還能充電我就沒打開啦 因為 其實 我平常本來就沒有在睡覺的時候充 充手機的習慣 因為我覺得 真的很傷電池 OK 好 那它這邊就是一般的模式 然後跟我說你說現在電池幾% 溫度多少%這樣子 剩餘時間 還有一天16個小時 安全防護 自動管理 那自動管理就是 一樣啦 就是 把一些後門 的軟體關掉 記憶體關掉 不要讓它 耗太多點 然後一些神電模式 智能切換 那你就看你有沒有打開 那 它有一些就是睡覺的 快 晚上的時間 你可以 可以設 當然就是減少你的效能 等等 那當然就是 你要玩遊戲或看影片的話 那你就是不要設吧 你真的 真的啦 他這個其實 你要說他智慧 有點牽強耶 他不能 完全偵測到 你真的睡眠的時間 除非他是 觀察一段段時間 OK好 我知道你的充電行為了 可是 光網沒有寫 實在是不敢保證 這個就要時間 來 驗證了 好 那這一集 稍微講一下這個 電力達人 的部分啊 那這是華碩的這個電力達人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至少有一個 電力關係 讓你知道你的電池的使用情形 比較不會 電池 一下就掛掉了 這樣也好啦 好那 休閒頻道 換到我頻道 左下方圖片 按個訂閱 換到粉絲 按著讚 通知消息 右下角 鈴鐺 記得把它打開 這樣子 隨時 追蹤到我的 最新的影片 謝謝大家 這個集中收看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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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